各位同心我們現在開始最看到大家請坐 各位同心我們現在開始最看到大家請坐 各位同心大家安安 大家好 大家晚了 很高興大家肯花時間 還有花金錢來共同為 我們台灣的前途來打拼 因為有些高沙的朋友 他說台語聽不懂 我就盡量用北京話來跟各位溝通 可是我要很小心 不然我舌頭會咬破 我今天要講的主題就是台灣主權探討 那這裡有從我們民俗長所出的一些書 我們那個櫃檯他們有在賣 大部分都是從他的書裡面收錄下來的 還有我們台灣民政務的官網 那麼我蒐集下來的這些東西 我就希望說我們每個學員都能夠了解 我們台灣主權的變化是怎麼樣子 那麼我們台灣將來要 如果這個所謂建國的可行方案 我們這個是 不是我們民政府的意思 的主張 而是說我們看其他的國家 他們是怎麼有一些實力我們來分析 還有我們是來清除 我們被中華國民黨 長久以來用育民政策 交易我們很多錯誤的觀念 我們把它導正 還有我們掀開台灣各項法理的真相 那麼這是我今天要講的目錄 那麼我收集的這個PowerPoint 如果有興趣可以跟我們後面電腦組要 這個歡迎拷貝沒有版權 大家可以廣為宣傳 好我們來進入主題 我先自我介紹一下 我本身民進黨還沒有成立的時候 我就那時候統稱黨外人士 那我就非常反國民黨 那麼國民黨本身 我對他給我的教育 我就很大的一個疑問 那麼以前美麗島雜誌 在發新的時候 我就買來看 那時候經常是被禁止的 還有什麼80年代 鄭蘭龍他們編的那些雜誌 如果那一期被禁 所有的黨外人士 就想盡辦法要找到那本雜誌來看 所以我到現在我還留了兩本那個美麗島雜誌 那麽民進黨一成立 我就毅然決然就加入了 所以我也是資深的民進黨黨員 可是很可惜 到了施明德跟 許信良 他們當黨主席的時候 一個要金馬撤軍 要喝和解咖啡 另外一個要大膽蹊盡 要把我們台灣的資金來計數 多往中國送 那麼讓我很失望 所以我就等於說默默的離開民進黨 不再參與民進黨的一些活動 可是 忽然發現有一個政黨又新成立 叫做建國黨 哇這個簡單明瞭惡要 因為我當初就是主張台灣獨立建國的 所以我就馬上就加入這個政黨 可是很可惜 建國黨它是都是高知識分子 都是私自備的人 工程師醫師律師 建築師這類的 可是 民進黨他自己就煩惱說 那我民進黨的成員 大部分都是比較中下階層的 那麼可能跟他比 將來會比下去 所以他就耍了一招 所以人頭黨員加入建國黨 然後要求要開臨時大會 重新改組 選一些幹部什麼的 還有要解散建國黨 說建國黨的階段事情任務已經結 已經完成 我們可以解散 還有國民黨當初他們的 內政部他們有那個人團法組織裡面 有禁止解散那個 那個黨的那個 有一條那個法令 所以建國黨才沒有被消滅掉 所以從這邊看你可以看到 民進黨為了他一黨之師 他沒有把台灣的前途放在地位 這些建國黨的這些前輩 他們有很好的那個一些 對台灣前途的一些法理論述 他應該可以在學術方面來帶領台灣人民 那民進黨你就追隨他的論述 或者把他好的論述 你可以把它擷取起來 你來實施 你來執行 台灣人可以分工合作 可是他不這樣講 他只怕說民進黨會被建國黨取代 所以為了一黨之師 滲透進去把建國黨等於說消滅 所以現在你可能只還看得到 政黨登機裡面還有建國黨 可是基本上他已經沒有在活動了 那我本身是平埔族 西拉雅族 平埔族我初期班有講過 我在高平地區的西拉雅族 那時候 我在2006年 那時候 那個 我每天都要從高雄到屏東 那邊去上班 每天都要走高雄自有一個中正地下道 它差不多是鐵路 可是那時候在做高雄捷運 結果崩塌了 那個地下道被埋掉了 所以我們就改了走上面 結果我走上面 我第一次看到這面旗子 我那時候就認為說 這是 直銷公司 美國總公司 來台灣開分公司 好是這樣 後來 我在報紙上看到 有一個廣告 也有這個棋子 然後上面有 林資生秘書長 什麼時候要辦演講活動 還有一個收音機的頻道 可以收聽 又轉進去 這個頻率跟我很合啊 就是都是講台灣前途的 所以那個禮拜他要 禮拜六要在高雄市的五廟演講 我就心中中的去了 縣長都是發這種小旗子 一秘書長一上去講 哇 那個好像在那個 陳水扁在選總統那個旋風 那種氣勢 那天我整個 我本來對民進黨 對政治都已經囊掉了 那天又被鼓舞起來 又熱起來 那天我跟著旗咬 咬到手都快斷掉了 很興奮 從那一天發燒 39度到現在還是39度還沒有退 所以 如果你真的愛台灣 關心台灣的前途 你如果聽秘書長講那些法理論述 他可以簡單入理 惡藥的讓我們清楚 我以前在民進黨 在建國黨 沒有辦法得到答案的 通通在秘書長的演講 他出版的書裡面 得到答案 所以我非常興奮 到現在還沒有冷卻下來 我希望大家能夠跟我一樣 有這樣的一個熱忱 來繼續來為台灣的前途來 多認識他的法理 好 那我們先來再複習一下我們 台灣主權地位的現況是怎麼樣 第一個 他是依照馬關條就是下關條的前沿 大清帝國大皇帝陛下 以及大日本帝國大皇帝陛下 為定立合約 比兩國籍其臣民 重修平和共享新穩 且杜絕將來分雲之端 我們可以看出是 清國皇帝跟日本的皇帝 簽這個合約 所以台灣跟澎湖 就是因為這個合約 是大日本的天皇拿到了台灣 跟澎湖的管轄自律權 然後經過日本政府 在1941年的 1945年的4月1號 日本那個天皇 頒布的那個明治憲法在台灣實施 所以台灣才變成 日本神神不革分割的領土 那麼馬關條約裡面 他是大清帝國是派呂弘章 那麼大日本帝國 他是派那時候的總理大臣叫做伊藤博文 他們兩個 主要是他們兩個來簽這個條約 而且 是奉 譽子 就是奉了天皇跟皇帝的命運 來簽這個合約的 那麼馬關條約 一般我們 教科書只講一個馬關條約 這四個字就帶過去 我們從來沒有看過他的內文 那我們來看他的內文的第二條款 他說 大清帝國 將管理下開地方之權 並將該地方所有的堡壘軍區 工廠及一切屬工的物件 永遠讓於日本 你注意看 這是永遠讓於日本 那表示什麼意思 不用還了 永遠就是 日本人的 日本天皇的 第二項 是台灣全島 及所有附屬各島嶼 這個就包括 間隔群島 就是釣魚台 還有澎湖列島 那麼它有這個 從東京 119度起到 是有一個經緯度 這個經緯度之間的諸島嶼 通通通割讓給日本天皇 好 他的第三款 錢款所在及連附 本約之地圖所畫的疆界 要等這個本合約批准 因為送為他們國會 批准互換之後 兩國應各選派兩名官員 共同為劃定疆界的委員 就地踏竿確定劃界 我們民間的土地買賣 是不是經過代書寫合約 在繳錢以後 然後要去地政事務所 申請 測量員來測量 來訂界 訂那個界標 而且雙方要在現場看 然後確認OK了 才簽名 你看你私人的土地買賣 就這麼慎重 何況是一個國家 領土的割讓 當然也要畫 就地踏竿 實地踏竿 來劃定疆界 好 他的第五款 說 本約批准互換後 限兩年之內 日本准大清帝國讓與地方之人民 讓與地方就是台灣跟澎湖的人民 大清的人民 願圈居讓與地方之外的 你要離開台灣跟澎湖的都可以 你可以變賣你所有的產業 退去界外離開台灣澎湖 但限滿兩年後 尚未遷徙者 著移視為 大日本帝國的臣民 你如果 留下來 那我就把你當作日本的臣民來管理 你看人家是有 按照國際法 而且很有人性的 可以讓你兩年你去思考 有這個兩年的思考去 但是你看我們1945年 10月25號 在台北的公會堂 就是現在所謂的中山堂 舉行投降典禮以後 不到三個月 在1946年的1月12號 中華民國 他就用行政命令 把我們所有台灣跟澎湖的 日本的臣民 大日本帝國的臣民 通通用行政命令 變更為 中華民國的國籍 這是違反戰爭法 違反國籍法 所以那時候 美國跟英國 他們外交部 都發電文抗議 和平條約 都還沒有簽訂 台灣將來要 何去何從 都還沒有決定 你怎麼可以把當地的人民 的國籍變更 變成為中華民國國籍 好 那麼1945年9月2號 麥克拉斯所發布的 一般命令第一號 他是 要命令蔣介石的部隊 代表盟軍 受降來佔領台灣 就是來到台灣 把日本部隊的 武器繳械 來佔領台灣 這只是代表盟軍 來受降典禮而已 並不是 一個領土的 那個主權的 割讓的一個典禮 好 可是 到了1949年底 流亡的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 國共內戰 他大敗 他是武裝難民 非法入侵台灣 這個是合法來的 那時候的 蔣介石的部隊 所以這一批人來佔領台灣 是有這個法令的根據而來 這是合法 可是這一批 他們的武裝的那些部隊 他們是等於是難民 他離開自己的狗土 就是變成難民 那這個一般難民都是沒有武裝的 就是這一批比較特殊 有帶槍帶炮人 帶武器來到台灣 這個是非法入侵 好比說你說 兩一戰爭 就會產生很多難民 那都逃到隔壁的鄰國 請隔壁鄰國保護 他們住的都是帳篷 可是 這一批難民來到台灣 我們台灣人 花了稅金 還幫他們蓋了兩次房子 第一次 就是1945年代來的那批 到1949年來的那批 我們是蓋黑屋瓦的 就是一層樓的平房 到了90年代的時候 眷村大改建 李登輝那時候 編了快8000億台幣 全台灣的眷村 全部改建變成大樓 你看他 我們花稅金幫他們蓋兩次房子 給這些難民住 結果我們自己 我的父親 我們的房子 我們要 自己花錢蓋 所以 我們是 二等公民 OK 好 不是 然後天地 電腦病 難民住大樓 我們台灣人 要自己花錢 蓋房子 好 那麼 在2006年的10月24日 我們林智商秘書長 就是去 控告美國 然後在2008年的3月18號 聯邦法案判定本土台灣人 沒有國籍 people of Taiwan 這些 這個 我們 台灣民政府的官方網上裡面有 那 這一部分我想 我就給他跳過去 因為我出去班 應該也有講過 好 可是 在林智商的控美案中間 被告的律師 這個Patterson 他在 他這個是美國國務院 派出來的那個 律師 他在聯邦的法院 有答辯說 美國沒有台灣的法理主權 這句話是對的 因為 占領不移轉主權 這是 那個戰爭法規定 那麼 他雖然沒有台灣的法理主權 可是他有這個 管轄治理權 你如果一個土地 你可以把它分成兩個 一個是所有權狀 法理上的所有權狀 台灣這個法理的所有權狀 是在日本天皇手上 日本在依據 究竟那合約他放棄了台灣 他只是放棄台灣跟澎湖 地上管轄權 你把它當作 這個是主權 這是地上權 一個土地 你如果有一甲地 我跟你租五年 一年十萬塊 我如果 跟你在代書那邊簽的合約 我把五十萬交給你 就是你這個地主 你把你的地上權放棄了 五年 這五年裡面 我潘涼華要在上面 種香蕉 種荔枝 種鳳梨 都是我的權利 都是我的權利 可是五年期滿 你如果不租給我的 你就把你的地上權 就是管轄自立權 你又收回去 我跟你租 並沒有變更 所有權狀上面的所有權人 對不對 所有權狀 沒有變更命 不貴喔 沒有搬過戶啊 對不對 我只是跟你承諸而已 我跟你承諸成立以後 你就是放棄地上管轄權 管轄自立權的意思 所以很多台灣人就是說 日本放棄了台灣的 跟澎湖 所以台灣跟澎湖 就是變成我們台灣人的台灣 聽起來好像對 可是在法理上是錯誤的 因為所有的主權 所有的土地要過 一定要一個合法的程序 不是用講了說 他放棄了就變成我們的 沒有這個道理 就好比說 如果我有一個房 我有兩個房子 那在鄉家的房子 本來都是我爸爸媽媽在住 那我已經搬到都市住了 我已經很少回去那個地方 然後那個房子久了以後 總是會壞掉 那我可以說 好 我放棄了 看誰要去住 隨便你 好 有人進去住了 可是房屋稅 如果稅單來了 還是會寄到我那裡去 我還是要去交 並不是去佔領那個地方 那個住的那個人去交 還是我要去交 好 這個是日本天王下招書 這個招書 就是說 這個憲法 名字憲法 大日本帝國的名字憲法 施行於台灣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 台灣從 以前的殖民地 轉換成一字造國際法 真正變成大日本帝國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當然之前 1937年 日本就開始在台灣實施黃民化政策 叫我們台灣人要學他們的日本語 還有他們的風俗習慣都要學日本 這個黃民化 還有內地一同 就是說我們所有的都要跟 日本那個四大島 包括琉球群島 他們都要 一樣的生活方式 一樣的 教育水平 從1945年的4月1號 民治憲法實施以後 那時候日本政府就可以對台灣彰兵 這個就是一個主權的象徵 而且我們當時的台灣人有參政權及參戰權 這個參政權是 我們那時候台灣可以派五個眾議員 三個參議員 去到日本的東京的帝國議會 可以去那邊參戰 那麼參戰權就是 等於說我們有效忠的對象 日本天王就是我們效忠的對象 我們很多二次世界大戰 我們高差的很多義勇軍 在太平洋戰爭得到輝煌的戰果 所以我們現在 在日本東京的經國神志 還有39,100個台灣的陰影 都是替日本天王戰死的這些人 被供奉在那裡 就是我們有效忠的對象 所以我們可以參與戰爭 如果我們只是殖民地的話 我們沒有資格去當兵 台灣就是依照這些 剛剛講的這些 變成日本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這個就同大清帝國 當時對遼東半島一樣 本來馬關條約 大清也把遼東半島割讓給日本 可是後來因為有三國干涉 就是蘇聯 德國 義大利他們反對 所以遼東是大清帝國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不可以割讓出去 所以 後來才又定了一個叫做遼南返環條約 大清帝國又賠了 那你不割地就要賠償嘛 所以又賠了兩千萬兩 庫秉銀給日本 才等於說把這個遼東半島又還給大清帝國 這是因為它也是一樣是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所以 為什麼 究竟那和平條約 在1951年的9月8號簽署的時候 只要求日本要放棄台灣跟澎湖 而不能用割讓 就是因為已經變成神聖 日本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已經割讓不出去 所以只好用放棄 這個放棄是放棄地上管轄權 所以到現在 雖然中華民國已經跟美國在1979年1月1號斷交 可是美國馬上又弄個台灣關係法 來接聽 那台灣關係法裡面講的是 中華民國就變成台灣治理當局 它已經不是國家 也不是一個政府 它只是一個管理當局 它等於說好像是 一個大樓的管理室裡面的管理員 它在台灣已經管了68年 你想它有可能 它只是一個大廈的管理員 當了68年 這種大樓會變成它的嗎 永遠不可能 好 那麼蔣介石他只是代理美軍 來佔領台灣 這是一個國際委任關係 是國與國之家 那時候 是 美國委託中華民國 蔣介石代理美軍 這是他們在 簽舊軍安合約 在潮擬之前 在協商之前 裡面的會談紀錄都有講 OK 好 這個剛剛也講過了 這是我們 2011年去日本的東京 建國神社祭拜的時候 我們拍的紀念照 好 那麼我們來比較一下 有關台灣地位的國際條約 法律 宣言 它的位階來做一個比較 好 第一個馬關條約 就是下關條約 第二個 舊軍安和平條約 第三個 台北合約 那它的母約 是舊軍安合約 還有 日本跟中華民國的合約 在1972年失效 日華合約也是 中華民國常講的 台北合約就是日華合約 那這個為什麼會失效呢 日華合約台北合約 為什麼會失效 就是1972年 日本跟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 跟中華民國斷交 所以 台北合約就失效了 還有台灣關係法 這是美國國內法 好 第五個是 開樓謊言 這其實只是一個新聞公報 你從這邊 我這樣排下來 這兩個都是國際條約 因為這是國與國簽訂的 就今天合約是有 51個國家 一同去簽署 可是到最後只有48個國家 他們要送回國會以後 每一個國家的國會要批准 結果有三個國家沒有批准 其他這個 台北合約已經失效 不用講了 好 美國台灣關係法 它是一個美國的國內法 所以這個位階這樣一直排下來 到開樓謊言 這個雖然 很多人說 好像有一個 沈建德教授 他發現 開樓所謂的新聞公報 宣言 沒有人簽字 三個 那時候羅師傅 邱吉爾 蔣介石 都沒有簽名 他們說可能 這個應該無效 因為沒有人簽名 所以無效 可是從歐美的觀點 歐美的人 他講究的是誠信 只要 你講出去 你答應了 握個手 都算數了 不一定要簽署什麼文件 所以 為什麼 後來 波斯坦宣言 有講說 要依照開樓宣言 來處理 台灣跟澎湖 還有 就是說 雖然 美國本來有意思要執行開樓宣言 比如說依照波斯坦宣言來講 可是一直到 1950年的6月25號 韓戰爆發 那天開始 美國的杜魯門總統 他就宣布 隔了兩天 在6月27號宣布 台灣 地位未定論 還有台灣海峽中立化 所以他又派了美國 第七艦隊在台灣海峽巡弋 有兩個作用 第一個 安定台灣的民性 第二個 就是不讓 中華民國反攻大陸 也不要讓 中國的赤化政策 他來打台灣 台灣被赤化 當然美國那時候 南北韓打的政策 他不希望 又發生另外一條戰線 這樣美國可能 他要防守 或者要攻擊 都 蠻兵力不足的問題 好 所以我們從這邊看 最重要的其實 目前 究竟那和平條 是對我們台灣 台灣人最有利 如果我們常講說 民事長常講 我們要回到歷史的原點 就是要回來到這個地方 這個有48個國家通過的一個合約 那麼 他是台灣最有保障的 並不是聯合國 台灣人 台灣人常在講的這個 所謂開樓懸念 到底有效沒效 我剛剛講的是有效的 只是 後來美國已經不準備實施了 所以他就變成無效 原來是有效的 可是在19 1950年的6月25號 韓戰爆發以後 在隔兩天 杜魯門總統他宣布以後 說台灣中立化 台灣海峽中立化以後 等於說這個開樓懸念 就等於說失效了 所以我們來做一個小解 台灣真正的國際地位是 日本天皇首屬 我們簡稱日屬 美國軍事佔領 我們簡稱美戰 可是美國又委託 台灣治理當局在代理佔領 在管理 好 我們再來看 美國軍事佔領台灣 有哪些法理的依據 還有跡象 很多人我們跟他講說 我們台灣現在還是被 美國軍事佔領中 他說不相信 他們說我都沒有看到美軍 其實美軍早期是有 美軍顧問團就很 在1979年之前都還有美軍顧問團 那麼是 中華民國跟美軍斷交以後 那麼 那時候美國是要跟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 當初跟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條件 就是要 美國要從台灣澎湖撤軍 所以 台灣在1979年 1月1號以後 美國就撤軍 可是 他還是留有一些 主要的 雷達設施監聽站 還是有美軍駐守 只是 他們都改穿便服 所以你看不到美軍穿制服 第一個我們再回來講 麥克阿瑟的 一般命令第一號 這是 美國參謀聯繫會議所擬定 在1945年的 8月17日 由當時候的 杜倫門總統核准以後 授前麥克阿瑟將軍 在1945年的9月2號 對日本 在東京灣 的秘書旅見的授鄉典禮那天來發布 命令蔣介石代表盲軍 接受在台灣日軍的投降 所以你看他是用命令 因為杜倫門總統是 所有盲軍的統帥 那麼麥克阿瑟將軍 他是太平洋戰區的統帥之二 一個小區 蔣介石那時候是中國 戰區的統帥而已 所以他們都要聽命於 杜倫門總統 好 這他只是來代表盲軍 接受在台灣日軍的投降 來把他的武器繳械 並不是那天是一個 領土主權的交換 割讓的日子 不是 只是一個投降典禮而已 那麼 美國是日本台灣的征服者 所以他才有權利來分配盲軍的佔領區 當初 日本 在1945年的8月15號 天皇宣布無條件投降的時候 天皇宣布無條件投降的時候 好 那麼美國就開始要準備分配哪一國的軍隊去佔領哪個地方 那是因為美國是盲軍統帥 而且他是對日本的征服者 所以他才分配說 在北緯38度以北 包括中國的東北地區 這些駐在那邊的日軍 要向蘇聯軍遠東軍區的總司令來投降 北緯16度以北的法屬印度之那就是北越 包括台灣跟澎湖 要向蔣介石 你注意喔 本來你看剛剛講的那個有蘇聯軍有國家掛在前面 但是他命令向蔣介石的部隊投降 台灣跟澎湖 還有北越 北緯16度以北 是向蔣介石投降 他前面沒有掛中華民國 為什麼 因為那時候中國有四個政府 有四個政權 都宣稱他們代表中國 所以有毛澤東的延安政府 有蔣介石的重慶政府 有汪精衛的南京政府 還有滿洲國 這四個政權 所以這個你要搞清楚 就是當初這四個都沒有辦法完整的代表中國 所以不可以把中國或者中華民國掛上去 好 你看究竟那合約在1952年的4月28號生效 裡面的第二條B講 日本放棄台灣跟澎湖 這只是放棄 這個台灣跟澎湖的管轄治理權而已 第三條A是確認美國是對日本主要佔領全國的身份 這個日本當然是包括日暑的台灣 從這裡可以看到 這兩條是對我們最重要的 好 那麼對日合約的擬定是有51個同盟國來協商 這個協商都是杜勒斯在主導跟分配 那麼杜勒斯是受美國總統所聘任的特使 他去周遊這些國家 後來這個51個同盟國 後來就是共同成立聯合國的前身 剛開始全世界只有50幾個國家 後來才有一些殖民地 戰後以後 根據聯合國憲章 殖民地就紛紛獨立 所以到現在大概有190幾個國家 OK 好 我們來看一下 台灣關係法它是在1979年的4月10號才定立 可是它追溯到1979年的1月1號 這是美國他們在他們的國內參眾議員 所制定的一個國內法 這是美國依照舊金剛和平條才有權力跟義務來定立這個 美國台灣關係法 我們從來沒有聽過有英國台灣關係法 或法國台灣關係法 這裡我們可以看到這些法理 確實是美國軍事佔領台灣 他才需要這樣花費心思 來定一些法令 來規範台灣跟美國的關係 台灣治理當局跟美國的關係 好 那麼台灣關係法裡面的第二條B之六 還有C它規定 維持美國的能力 以抵抗任何訴諸武力 或使用其他方式高壓手段 而危及台灣人民安全 及社會經濟制度的行動 都受到美國的關切 這個是美軍護台灣的法理依據 這是美國它是台灣澎湖的主要佔領全國 它的權利跟義務 它有權定法律 它也有義務要來保衛台灣 所以我們台灣人被佔領應該不用單兵 你說像美國去佔領2003年去攻打伊拉克 把那個海山政權打敗 在你伊拉克以後 你有看美軍叫伊拉克人來當美軍嗎 沒有啊 因為他們是敵對的 你叫他來當美軍 你發美式裝備武器給他 他正好拿你的美式裝備來打你美國 所以因為他沒有辦法效忠你 是敵對的 而且1945年的4月1號 美軍的尼米茲上將率領他的航空母艦戰鬥群 去攻打佔領琉球群島 整個佔領以後 美軍有要求日本的琉球人民來當美軍嗎 也沒有啊 所以琉球當地的人民 他是要投降缴械 而且要成立民政府 來配合美國軍事佔領當局的一些政策 所以我們從這裡看到 美國是依據台灣關係法 他要來保護台灣的安全 所以台灣的國防安全是美國要負責的 你既然把人家佔領了 你就要把他顧好 不要讓其他的國家再來群裂把他佔領走掉 這也是為什麼1996年發生台灣海峽危機的時候 美國會派兩艘的航空母艦的戰鬥群來 介護台灣的原因 那時候正好是第一次 那個人民直選總統 以前都是要委任國大代表來選總統 那次是開放 每一個人 只要是20歲以上的公民 都有資格投票 票票等值 那麼 那時候正好是李登輝跟彭明敏教授 在競選總統 那個李登輝在講兩國論 就是台灣中國一片一果這樣的意思 所以中華人民共和國很不爽很不高興 就發動飛彈危機 就是他等於說封鎖 基隆港跟高雄港 他劃定一個地區 是他的飛彈要試射的地區 所有的船艦不得經過那個地區 那我們台灣是外銷導向的一個地區 我們是靠賺外匯 而且我們台灣當時的糧食自給率 只有32%到34% 其他68% 是要這些糧食要靠進口 那我們如果被封鎖 我們的戰備糧 大概只有三個月到半年 那超過三個月 我們台灣人就沒有糧食可以吃了 那可能只剩三分之一的糧食 那本來一天吃三餐 到後來可能只能一天吃一餐 所以這就造成台灣很大的危機 那麼美國他意識到這個危機 所以他馬上派兩艘航空母艦 一艘叫做獨立號 一艘叫做尼米茲號 一個在北台灣海域 一個在南台灣海域 在介護台灣保護台灣 警戒保護台灣 這要花很多錢 這是因為美國總統柯林頓 他依照台灣關係法 才有全派兵 來到台灣的海域 這個舉動也讓中國驚嚇到 他說美國真的是完真的 所以從那一次以後 中華人民共和國就儲心機率 一直要發展 航空母艦的那個殺手飛彈 叫做東鋒二十一型 好 那麼雷根總統在1982年 要跟中華人民共和國 要簽一個817公報 那時候台灣民心 那個動盪 所以 蔣經國就要求 雷根總統要發布 對台灣的六項保證 讓台灣人民可以安心 因為他說很多台灣人都怕 台灣又要被出賣 所以很多中國人 中華民國的國民也好 台灣人也好 都有錢的話就想辦法要移民 離開台灣 那麼我們來看它裡面 講的六項保證 就是美國無意對台灣的軍售 設下截止日期 第二 美國不會就對台灣的軍售議題 事先與中華人民共和國自殺 你注意這個對台 所謂這個台 這是台灣治理當局 不是台灣人 他這個講的 其實就是等於說 他的前身就是中華民國政府 他只是一個政權 一個管理單位而已 真正的名稱叫做台灣治理當局 所以現在的馬英九也好 陳水扁也好 他們其實是台灣治理當局的局長而已 美國不會在台灣 不會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壓力之下 來停止對台灣軍售 這個對台你就把它想說是中華民國 這是台灣治理當局的意思 美國不會修改台灣關係法 因為很多人怕說 你修改內容以後 就不保護台灣了 美國無意扮演台灣兩岸的仲介者 美國不會施壓迫 使台灣與中華人民共和國 來展開和平 政治談判 美國不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 美國不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 對台灣主權 擁有對台灣有主權的這個主張 這個美國不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 對台灣有主權的這個主張 從這裡 這是可以說 台語講一個平安符 把你帶在台灣的上面 台灣人 我們從來沒有聽聞其他國家 對台灣有任何保證跟承諾 如果我們跟台灣沒有什麼 如果台灣跟美國沒有關係的話 美國也不會給你要弄這個六項保證 如果台灣不是美國的軍事佔領地 美國也不用給你這六項保證 台灣不是國家 這是2004年的10月25號 前美國國務卿包括他所說的 中華民國不是國家 台灣不是國家 台灣不享有國家主權 台灣是美國境外的國內 台灣關係法是美國的國內法 你看我給他取個境外的國內法 就是美國人要來台灣 他還是要拿美國的護照 因為這是境外 對美國來講是境外 可是他又用台灣關係法 這個國內法 來管台灣 所以我給他取叫做境外的國內 美國對台灣有管轄治理權 現在由台灣治理當局代理中 好 其實 美國他是常進人 台灣當局的總統 這個是局長 梁蔣也好 李登輝 陳水扁 馬英九 都要看美國的臉色 美國對台灣當局說三道四 什麼都美國說了才算數 所以我們來看 2000年 陳水扁第一次上總統 5月20號 他有就職的演說 阿扁說四部一沒有 這個是受美國的操控所指導 當初我們準備要聽 他的那個就職演說的文告 我們這些獨立建國派的這些人士 我們都非常興奮的等待 看他能夠講出什麼 對台灣前途怎麼樣 要把台灣帶到哪裡去 結果 他一說四部一沒有 我們這些獨派的人都都 對 豆象牙 華語 北京話要怎麼講 四角朝天 非常失望 那麼 後來我們才知道 原來他是受到美國的操控跟指導 叫他要講四部一沒有 我從來沒有看過哪一個國家的元首上去 他們應該一上去就是要講願景 我要把台灣 台灣帶到像瑞士這樣的福利的國家 幸福又快樂 人人都有工作 可是他一上去 就說我這個不做 我那個不做 我們來看他四部 他是講了哪些什麼東西 第一個他說不宣布台灣獨立 第二個 兩國論不入線 第三個 不舉行統獨公投 第四個 不變更國號 第五個 沒有廢統一綱領 廢國統會的問題 這就是四部一沒有 不不不不 我們好像選了一個會放屁的總統 所以讓我們獨派人士非常失望 可是你想想後來想想 台灣真的是被美國掌控的實質 那也沒辦法 誰叫我們的長輩 就是說我們父子輩 阿公阿嬤那一代 我們的武器我們的資源輸人家 我們來不及發展更新的武器可以打敗美國 可是你想看看 現在的G7 其他工業國家 亞洲就只有日本 他是其他工業國家之一 當初的大日本共榮圈 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等於說是 亞洲防種人通通是大部分被白人統治 尤其東南亞那些國家 是日本黃軍去把那些白人 荷蘭人、法國人、英國人、澳洲人 通通趕離南洋那些國家 所以你看 為什麼 兩個禮拜前 日本的首相安倍晉山去敬拜那個 靖國神社的時候 只有韓國跟中國在抗議 東南亞那些國家沒有在抗議 因為他們把日本當作是 來幫助他們的 把白種人都趕離 東南亞這些國家 所以日本如果說當初 二次世界大戰沒有打敗的話 我們現在台灣 就跟日本一樣那麼進步 日本40年前就有 新幹線就是高鐵 我們大概五六年前 高鐵才通車 你看我們漫了大概35年 那地下鐵呢 就是捷運 我們大概也漏後人家五六十年 東京早就有地下鐵了 所以 你不能說拿現在這個時間來比60 六十八年前 當初 日本 剛離開那時候 那時候 當然 整個全世界都很漏後 你要同樣的時間 好 你現在台灣怎麼樣 現在日本怎麼樣 台灣現在 如果被日本繼續管理的話 是跟東京那麼一樣進步 可是 被中華民國 這些三流的國家來管 我們變成落後了 落後30年到50年 為任佔領的授權書 在1979年之前 美國承認中華民國 可是 1979年1月1號 美國跟 流亡中華民國斷交以後 所以 他要制定一個台灣關係法 來替代 麥克阿瑟的一般命令帝號 他的本質也是 等於說 代理美國軍事 佔領台灣的一個授權書 所以台灣關係法裡面他有說 任何接替的台灣治理當局 應該加個M 因為台灣Authorities 它是加S的 是負數 就是 所以我們台灣民政府 就是要去接替這個 目前這個 台灣治理當局 就是中華民國流亡政權 他只是一個 治理目前只是一個 治理當局而已 已經不是政府了 現在已經改稱台灣治理當局 現在已經改稱台灣治理當局 美國已經發文給所有的 駐外的使節領事館 通令 不得再稱中華民國 只能說台灣 現在美國口中所講的台灣台灣 就是這個台灣authority 可是目前還是 流亡政權還是再繼續統治台灣 無論你陳水扁還是李登輝 雖然是台灣人 這個 不是說 信李的台灣人上去就是台灣總統 錯 還是中華民國的流亡總統 因為他選的是中華民國的總統 不是台灣人去當總統 就是叫做台灣總統 因為台灣不是國家 所以台灣人 不是台灣人上去當總統 就是台灣國的總統 不是 好 2008年年初 玉山四號政經兵推 那時候阿扁 那個馬英九已經選上總統 阿扁邀請馬英九 去一起參觀這個政經兵推 可是馬英九拒絕 可是AIT 美國在台協會的處長楊舒立 跟美軍的官員 卻已經坐上雲爆甲車 進入橫山指揮所來 這些觀察實際上是視察 是上級指導單位來視察 美軍的官員他來視察 橫山指揮所是等於說 所謂的台灣治理當局 中華民國 最高的等於是最機密的一個指揮所 可以隨便讓其他國家的軍官 軍官喔 不是溫官喔 可以進去觀察視察 如果他不是上級指導單位 他不是老闆的話 怎麼可以讓他進去 這是機密軍機重地 所以從這些跡象 我們就可以看出台灣真的是 被美軍掌控 好 還有被美國下令突銷 中華民國 國會的各式的軍事武器 好我們來看 這是2012年的4月28號 那4月的漢光28號 漢光演習 你看這個戰車 他這個前面 原來以前都是有一個 插連白 插連白 插插 插插插 插插插插插 但是你還依稀可以看到 他的圓圓的那個痕跡 還可以看得到 這個依稀可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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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為什麼會被塗掉 就跟這個有關係 他美國的國務院 有指出 有指出來說 恐怖組織的要件 三要件 第一個 他不是國家 第二個 他擁有武器 第三個 他在當地徵兵 好 我們來看那個 中華民國流行政務 他剛剛講的 那個鮑威爾就說 中華民國不是國家 中華民國他擁有武器 而且還是美國賣給他的 好 可是 都是我們台灣人繳的稅金 好 而且 在當地徵兵 有沒有 我們現在每一個 只要年滿20歲 體格OK的 通通被徵兵去 這個跟 賓拉登有沒有像 賓拉登不是國家 賓拉登有武器 賓拉登用他的 伊斯蘭教派的那個教義 就是吸引一些年輕人來 當聖戰士 在組織所謂開打組織 有沒有 所以 中華民國他是恐怖組織 所以我們秘書長去 告美國 去警告美國 所以美國 才趕快 那個 叫中華民國 他們所謂的武器上面的 logo 那個國優通通要拿掉 塗掉 塗掉 是這個原因 因為這個遙控區快沒電了 所以不太聽話 沒什麼會叮噹 那個 台生 台生不會動 所以 我們從這邊就有看到到 中華民國也是 受制於 這個 美國軍事政府的管制 美國已經要求 中華民國要把 陸海空三軍 有沒有 他的司令部 取消掉 為什麼 他就不要你有上面的指揮權了 他只剩下 司令部通通取消掉 只剩下 指揮部 一般指揮部 就是派出去 在外面要作戰的一個指揮部 那司令部都是 在後面 運籌 就是擬定作戰計畫的 結果 這個三軍的 陸海空三軍的司令部 通通被裁塞掉了 好 好 那麼 我們台灣跟 澎湖 金門 馬祖 加入WTO 是在美國的協助下 用獨立分離關稅領域的名義加入的 那麼獨立分離關稅的領域 它的議案其實就是 軍事占領區的意思 好 OK 還有 阿扁在卸政前有試射飛彈 引起美方的關切 這個中央日報社 在2011年的5月26號 一個最新的國防新聞裡面講的 前總統陳水扁在卸任前一兩個月 曾經下令試射一枚中程飛彈 但立即引起美方關切 一名國務院的官員 曾特別付台灣的國王部來查證 來我們來看一下 前國王部長蔡明憲說 美方對台灣試射飛彈感到關切 一名美國國務院的諮詢官員 隔桌就來到她的辦公室 問她有沒有試射飛彈 蔡明憲部長回答 只是試射而已 還沒有正式生產 但是蔡明憲部長同時保證 台灣的飛彈是用來防衛而不是攻擊 為什麼要講得這麼低聲下去 因為上級指導員已經來關切了 如果她的官威沒有那麼大 為什麼堂堂一個國王部的部長講話 要講說是防衛而不是攻擊 這樣我們就可以知道說 美國真的是中華民國的老闆 好說到美國管制軍 軍事武器的發展的國家 有韓國日本台灣 當然台灣不是一個國家 要講國家我們是日本國的台灣 那麼很巧 你們注意看 這三個把它加起來就是大日本帝國 這幾個就是被美軍打敗的 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被美國打敗 好那我們來看它管制了哪些內容 好第一個 飛彈的射程 兩年前 韓國的飛彈的射程 美國把它設定只能300公里 那 就後來發生那個 韓國有一個天安艦 被擊沉 從那以後 美國就把韓國的飛彈的射程 可以放寬到800公里 可是你如果是要做800公里 你的彈頭就只能300公斤 那你的彈頭的那個 那個 發射的 公里數如果是500的 那你可以做到500公斤的那個彈頭 所以射程跟彈頭的那個威力 都受到美軍的管制 可是已經有開放了 核武器的研製 都受到管制 你看這三個國家都沒有 核子武器 可是都偷偷摸摸的在 研究試驗 其實台灣 那時候蔣經國 口口聲聲對全世界都說 我們不發展核武 私底下在中山科學院裡面有 核研手 青蛙大學裡面也有 當時候的 那個 核研手的那個副所長 張憲毅 他就是美國吸收的CIA的人員 在當時候的 等於說 核武已經研發到 可以快要成功的階段的時候 張憲毅把一些 重要的這個機密資料 收集好 向美國報告 美國馬上安排 把他運送促進 然後馬上派人來到清大 還有中山科學研究 把裡面的核能研究的 核武研究的儀器設備 通通消毀 把那些儀器都拆走 而且把那個核子的反應爐 都灌水泥把它封存起來 從這裡你可以看到說 為什麼美國可以親盟打核 直接到中山科學研究院裡面 拆你的儀器設備 那現在北韓不是很囂張 經常在核子武器在施爆 那你怎麼不直接也開車進去把它的裝備拆掉 伊朗也是在發展 都威脅到美國的安全 你為什麼不敢直接也去把它拆掉 所以台灣蔣經國祕密在研發這核武快成功了 然後就被美國拆掉設備 他氣得 戈連就驅恐流血就真的氣死了 可能被美國氣死 第三個 暫時的軍事指揮權 這個也蠻重要的 本來 在韓國 指揮官 是韓國人 副指揮官是美國人 平常的時候都是韓國的指揮官在指揮部隊 可是如果戰爭發生 比如南北韓戰爭 第二次南北韓戰爭又開打 那時候就是美軍起來指揮部隊 所以他們原來 美軍跟韓軍軍事會議裡面 已經簽一個協定 準備在今年就是2014年 要把暫時指揮權 戰爭時候的指揮權 要還給韓軍 可是我剛剛講的 因為天安建發生以後 反而韓軍 他又要求美軍 暫緩實施 戰爭時候的指揮權 交還給韓軍 這個已經暫緩 這個已經暫緩了 我們做個小節 從剛剛 其實我大概有準備了30個 這是時間的關係 所以我切一半 大概只講16個 所以從剛剛我們看了一些 跡象 還有法理的依據 我們可以看出 美國他是一個法治的國家 他一切依法行事 美國總統他是受到美國國會 還有法院的監督 他不敢違法 所以有一個台灣關係法 你美國的總統 如果沒有依照台灣關係法 來保護台灣 他會受到 那個法院的彈劾 那麼國際社會都了解台灣真正的法理地位 只有我們台灣人 被蒙在鼓裡 我們是類似井底之蛙 愚民政策 愚民政策是國民黨非常成功 所以為什麼我們 佔了85%的本土台灣人 每一次所謂的大選 都會選出不到15%的中國人 那表示說85%裡面的台灣人 好比說2300萬 我們把它扣除300萬的中國人 其他的2000萬的台灣人 有一半大概1000萬的人 被教育變成中國人 認同中國 所以等於說他們 中國派的有1300萬 我們台灣派1000萬的 所以你每次選舉 大選都輸 好 尤其像台北市這個地方 民進黨從來沒有真正說一對一贏 都是正好國民黨派出兩個 陳水平才當上台北市市長 那2000年也是 兩個國民黨 宋楚瑜跟連戰 分開 阿扁還會被抓到 那2004年是 那顆子彈 劃破阿扁的肚皮 激起很多本來不想出來投票的 本土台灣人通通跑出來 而且正好贏2萬多票 換算起來只贏0.228 哇 跟228事件又扯商關係 有那個228的引領在 在保護引領 OK 以上總統跡象證明 所以美國一直在管轄治理 軍事占領台灣中 他從未離開台灣 一直在軍事占領中 只是沒有穿蝙蝠 而且 好 那麼我們來參考 其他國家他們自治建國的模式 來我們來看 第一個古巴建國模式 他是美國跟西班牙戰爭 在1898年12月10號 簽了巴黎合約 西班牙放棄古巴 跟台灣很像 台灣也是被放棄 然後各讓菲律賓、波多利克、關島 給美國 可是美國協助古巴在1902年的5月20號 獨立建國成功 等於說 跟西班牙戰爭後不到3年 他就讓古巴獨立了 好 好 美國說 美國說 台灣獨立就是戰爭 以前我們聽到這個說法都是說 喔 阿公要跟我們打 是中共要打我們 如果我們獨立 中共會打 其實不是 是美國要打我們 不要搞錯了 好 菲律賓的建國模式 美國跟西班牙也是因為 巴黎合約 從西班牙取得菲律賓 那麼說之於非獨 台灣有台獨 菲律賓也有非獨 他們的反抗軍的游擊戰 就剛剛明天講的 菲律賓也有兩千個島嶼 他來打美軍 然後就 他就游擊戰 就打了就跑 美軍就去追腳 他就跑到另外一個島 追來追去 追了美軍頭痛的鑰匙 所以 就找他的那個反抗軍的領袖來協商說 你再 繼續讓我統治 我給你們十年的自治期 十年以後 就是在1946年 所以美國 在1947年 7月4號在美國的協助下 獨立建國成功 你注意這個7月4號跟美國國慶日一樣 所以菲律賓國慶日就是美國國慶日 OK 這是在美國的協助之下 你一定要親美 要跟美國合作 美國才會要依照國際法理 比較快速的讓你 獨立建國成功 你如果一直在游擊戰 搞得菲律賓政治都不安定 那美國不可能讓你 獨立建國 好 再來我們探討 立陶宛的建國模式 這個立陶宛 正好在蘇聯的西南方 他在二戰後馬上被蘇聯併吞 可是1990年的3月10號 他們的民間議會 就自己宣布獨立 可是國際社會 一些大國都不敢承認 都在觀望 因為不曉得他玩真的玩假的 可是立陶宛的人民 他抵制蘇聯軍政府所舉辦的選舉 讓他們投票率 第一百分之五十 那就代表什麼意思 就是你蘇聯軍 繼續在立陶宛軍事統治的合法性 已經不受到立陶宛人民的承認 OK 所以 立陶宛他們在1991年9月6號 完成獨立的公投 蘇聯反而率先承認 因為他看大勢已去的 因為他知道他已經在那邊 失去立陶宛人的人心 所以我們可以從這個立陶宛抵制 蘇聯軍政府的這個選舉的意義 來對照我們參與 中華民國流行政權的選舉 他的投票的後果 我就常講 當我們在所謂的中華民國的流行總統選舉那天 你拿著中華民國那個身份證 國民身份證 去到投票所 你去領那個選票的時候 我們就先輸了 為什麼 你都承認你是中國人 因為他上面是講中華民國國民身份證 簡稱中國人嘛 中國人的身份證 好 你是等於說你是 承認你是中國人 你才去領那個選票 而且領了選票以後 在自由意志之下 你們台灣人 去選了一個統派的 馬英九 選了兩次都讓他當選 2008 20012 2008年那次 謝長嶺輸得更離譜 我們輸了200萬票 85%的台灣人 竟然選輸不到15%的中國人 我們台灣人是不是被洗腦得太徹底了 好 到2012年1月14號 同樣的 我們台灣人自己選了 我們還是輸了80萬票 這從國外的人是在看台灣 這次這兩個選舉 是你們台灣人 在自由意志之下 你們選了一個 要跟中華人民共和國 合併的一個選舉的結果 好 那如果說 以歐美人士的自由民主 法治 人權的 這個原則之下 他要尊重 在台灣地區的人民所做的選擇 好 如果解放軍 馬英九配合 中華人民共和國 引他的解放軍進來 那其他歐美國家或者美日 他想幫忙 都釋出無名 這台灣人民的選擇 他要跟中國合併的 要讓中國管統治的 那我們為什麼 要派我們的子弟兵去跟他 跟中國打仗 去喪失我們美軍 或者是日軍軍人的生命 師出無名 那我們就很慘了 所以我們本土台灣人 應該要抵制任何中華民國 中國流氓政權體制下的各級選舉 不論是 縣市長或者立法委員 縣市議會 這些我們都應該要抵制 就像立陶宛一樣 好 第四個我們來看 琉球返環模式 琉球在1945年的4月1號 被美軍佔領以後 他在1952年的2月29號 琉球民政府成立 他也有行政立法司法三權 這個琉球民政府組織的成員 就是當地琉球的士生 就是當地的 比較有名望的人 還有再加一個條件 就是比較親美 比較可以跟美國軍政府合作的人 所組成的民政府 好 當時在1948年到1958年 這10年他們是用 美軍的B型軍票 來當作錢筆使用 一直到1958年以後才改用美軍 在1972年 琉球返環之前 琉球人要去日本本土 就是那四大島 北海道本州九州 四國 還要用美國琉球民政府的旅行證件 才可以離開琉球 因為琉球當時跟日本等於也是境外 琉球等於是日本以外的一個地區 所以琉球人要去日本東京讀書或者要經商 或者要旅遊 你要拿這個美國琉球民政府的旅行證件 才可以進出琉球 或者進出到其他國家 好 這是琉球列島 美國民政府 他的旅行證明書 就是長這個樣子 那麼我們也是在要求 台灣是被美國軍事佔領 那我們也是要求美國 要發行這個旅行證件 Triple Document 這是美國的國土安全部 他們所發行 將來我們也是要類似用這個 我們台灣人不應該拿中華民國那個護照 因為我們不是中國人 所以我們要比照琉球模式 要拿這個美國軍 台灣列島美國民政府 所發的旅行證件 好 那麼在1971年的6月17日 美日簽訂琉球返環協定 其實在1969年 日本政府就向美國政府要求 你有什麼條件 你才要把琉球還給我日本 美國跟他開的條件說 你要賠償我3億2千萬美金 可是在1969年的時候 日本那時候已經經濟起飛 賺很多錢 因為他不用花太多的那個 國防軍費 因為日本那四大島的國防安全 都是美軍在負責 所以他就請全國的人力 都往經濟科技去發展 所以那時候的日本的電器用品 包括相機 還有一些電子產品 非常的發達新盛 很多專利 包括美國 要發送太空船 要上月球 去太空探測的那些 設備裡面很多都是日本提供的 包括錄影機 包括相機 包括裡面的一些重要的晶片 控制系統 邏輯電路 通通是日本提供的 因為日本有發明很多 有專利的東西 美國想要用 好 要跟他買 所以 日本把這比3億2千萬美金交以後 他們就在1971年的6月17號 簽了這個琉球法案協定 然後依照這個琉球法案協定 在1972年的5月15號 尼克森政府就把琉球返環 當然就包括 間隔群島 就是釣魚台 也一起返環給琉球 所以 間隔群島 是美國把 那個管轄治理權 還給日本政府 這是屬於南洋島 我們要注意說 根本都沒有辦公投 所以很多民進黨 獨派人士 很喜歡說 琉球就是因為公投的結果 才回到日本 如果說要按照這個模式 如果說真的是有辦公投 他們一直要求 要辦公投 公投的結果是回到中國 我們死定了 對不對 因為你把2008年跟2012年小英那次的總統大選 你把它當作統的公投 我們現在是要回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懷抱 那就更慘 死得更難看 好 琉球在美國 美國軍事佔領下的指揮結構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是在琉球返環以後 二三十年以後 是日本的學者 根據一些日本或者美國那方面的 解密的資料 才理出這個 這個結構出來的 美國合眾國政府 美國合眾國政府 就是美國 聯邦政府 國防總省就是國防部的意思 美國軍政府 包括民政府 下面是琉球政府 來管 沖繩的住民 這個美國軍政府 他可以命令還有指示 琉球政府 他是一個行政單位 他命令跟指示這個 琉球政府來管 沖繩地區的那些日本人民 這個我們可以對照來 一樣 來到這裡 有台灣 那個 台灣類島 美國軍政府 來命令 由我們台灣人組成的 所以我們這裡為什麼有台灣民政府這個名掛號 以後我們這個名拿掉 我們就是台灣政府 一樣 這個台灣地區 澎湖地區就是台灣政府的意思 那下面有台灣朋友的住民 就台灣政府 就是依照美軍的 美國軍事政府的命令跟指示 我們不要 什麼 假的 美國一個指導命令下來 我們就是一步一腳印 按照他的命令我們去把它完成就好 因為我們台灣人 400年來從來沒有建立自己的國家 或者建立自己的政府 我們沒有什麼執政經驗 所以陳水扁總統 2000年一上去當總統 我發現沒有執政人才 所以只有上面幾個大官犯而已 下面的孩子都是中華民國 原來的國民黨的系統的人在掌權 所以阿扁的一些命令到下面都 走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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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語說就是走經 你 精準的經 你不要給別人 走經 為什麼 這次 我們告美國以後 美國 國務院 跟美國的國防部 他們要求我們 就是 要訓練4000個儲備人才 就是準備要執政用的 所以阿扁 被人家稱呼說 阿扁上去當總統 換頭沒有換身 頭腦是阿扁的這些民進黨的人士 下面整個身體 脖子下面以後都是國民黨 所以他的生命 那個命令沒有辦法下達 新政府就官了 新政府就官了 沒錯 這個形容就很貼切 這個是很重要的一個圖片的概念 這是好不容易 是劉球已經緩緩日本 二三十年以後 日本的學者才去研究出來 喔原來美國 在流出軍事占領 當時他們的指揮結果 是這個樣子 我們六十多年來 受到中國國民黨 黨國教育 很多台灣人都已經變成 教育變成成中國人 認同中國 其實我們從小學 我們的作業部 換到後面 他就有講義 做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 好像只有做中國人才堂堂正正 做台灣人都好像歪歪的斜斜的 所以 我們都被教育說 所以很多人就專心 以當中國人為榮 因為我當中國人才是堂堂正正的 台灣人 講那個什麼台灣國語 像我這個台灣的原住民 我是原住民 只是我是貧卜族 貧卜族也是台灣的主人之一 所以我們統稱不要講原住民 我們要講把那個人去掉 原住民 我們是原來這裡的主人 其他的都是移民進來的 他們可以稱之為新住民 那主人還是我們 那主人還是我們 所以 我們不要去學那個什麼中國的 那麼 恐懵思想 那是毒草 毒藥 不要去太 學他們什麼四書五經 那些都沒有 我們好好學歐美的 日本明治維新 他們就是 有發現儒家思想的一些錯誤的觀念 他都教我們做什麼 君君臣臣 父父子子有沒有 都是他們在做君 就是做皇帝做國王 我們都是當臣 他都君君臣臣 父父子子 他說當老婆 我們都當兒子 要賺錢去供養他 都是在教這些 把我們教成奴隸 教成不會當主人 所以我就加一句 君君臣臣 父父子子 下面還有一個 祖祖奴奴 他們都是當主人 我們都是當奴隸 我們現在要把他反過來 我們台灣民政府 就是要我們將來台灣 自治 我們台灣人自己管理自己 所以我們要發 台灣政府的那個 公民身份證 美國要求 美國政府要求發這個 就是要把我們台灣人 跟中國人 劃分清楚 本土台灣人才可以拿到 那個身份證上面的分類TW 你可以拿到TW分類就是本土台灣人 那流亡來台灣的 那流亡來台灣的 1945年來的 或者1949年 大撤退來的 他們 叫做難民 他們可以拿到的身份叫做 C E Chinese Chinese 中國人 Chinese 就是流亡 就是難民的意思 流亡的中國人 難民的意思 他們可以拿到難民證 好 這個身份證這個分類有什麼作用 只有拿到TW的人 將來 台灣政府 成立 執政以後 才有 參政權 就是 你可以去參與選舉 可以去投票 可以去當獲選人 中國的那些西醫的那些人 沒有 他沒有資格 他沒有辦法去參選 去投票 所以以後就沒有藍綠對抗 以後所有的政策 就是我們TW的這些本土台灣人在制定 只有這些人 這TW的身份人才可以當公教人員 你才可以交台灣人的子弟 像他們說他在誤導我們 所以以後 如果台灣人管自己 哇 台灣真的會做得很好 好 我就剛剛講過 如果我們把2008年跟12年 當作統 讀公投 會變成統派的台灣 再被中國合法併吞 這個在國際法上是合法 可能的 到時候每日 即使是有安保條約 也很難插手干涉 因為這是台灣人自己選擇的 台灣人要選擇 要淪入這個勇士浩劫 這是台灣自己選擇的 所以非常危險 所以為什麼美國一直 阻擋台灣人不可以辦公投 就是你們台灣人頭腦都不清楚 一偷下去一出 美國就沒有辦法收拾 所以他先給你擋起來 他是在等我們台灣民主 趕快訓練我們這4千個等於是種子交官 我們要出去廣為宣傳 要重新把那些被污染的腦子洗乾淨 好 如果台灣獨立建國後 我們要負什麼責任還有義務 要負什麼風險 來 第一個我們台灣人必須納稅 要自己要去當兵 來保衛台灣 還要自己購買軍事武器 還有自己研發武器 這些都要花錢的 你看這三個都是要花錢的 台灣人很勤勤的 好不容易賺的錢 你還要怎麼納稅 大家都也走水 做兵 大家是一國富裏三種 沒有要抓那一關 違反兵役法 買武器 都給中華民國 三個在分了 他有一隻直升機 二十億 直升機而已 二十億台幣 其實這有一半是 保護會 一半是commission分了 大家都有分 那個拉法院就是有人不分 拉法院一件不分 所以才被 殺人妹口 但是我們在還沒有加入聯合國之前 獨立建國 需自立防止中國武力併吞 其他國家沒有法理跟義務出兵干涉 你剛成立還沒有跟人家建交 也沒有什麼安保條約 也沒有加入聯合國 你這個時候要自己 獨立來防止被中國武力併吞 好 我們可以 用東帝文獨立建國來做個例子 這個 虎龍這個就是東帝文 跟台灣很像 旁邊有一個流氓國家 叫做印度尼西亞 簡稱印尼 東帝文在1975年的11月28號 從葡萄牙獨立 成立東帝文民主共和國 可是在還沒有來得及加入聯合國 九天後馬上被印尼入侵 並且佔領 在1976年的7月 成為印尼的東帝文省 之後20年間的統獨抗爭 造成大概10到25萬人的死亡 然後在1999年的8月30號 在聯合國的監督之下舉行了全民公投 當然絕大多數的東帝文同意 從印尼獨立建國 可是在公投後 到同年的9月下成 不到一個月的時間 印尼軍又殺了約1400人的東帝文人 並且摧毀了東帝文大部分的國家基礎設施 造成到現在東帝文仍然是全世界上最貧窮 浪厚的國家之一 大部分的物資都要靠國外援助 這種獨立結果是我們要的嗎 剛剛獨立的時候最危險 而且你的旁邊又有一個強大霸道 沒有人權法治觀念的國家 所以台灣處境非常危險 所以為什麼美國一直反對台灣獨立 而且他說台灣獨立就是戰爭 是美國也要打我們台灣 因為我們台灣還有兩個主人 你不要忘記 第一個擁有所有權壯的日本天皇 第二個是這個日本天皇 因為第二次世界大戰 他的皇軍打死了很多美國大兵 把航空母親用神風特攻隊把人家炸沉 而且把飛機也打下來 這些美國的損失你不用賠嗎 琉球已經花了三億兩千萬美金 在41年前賠償完了 這個是一個戰爭在 台灣一樣 我們日本天皇沒有現金可以賠人家 所以就把台灣跟澎湖 等於說是抵押在美國的手上 你這個戰爭在你還沒有還清 你要把台灣拿去哪裡 就好像我們有一塊土地去跟銀行借錢 我們就是把這個土地的權狀抵押在銀行的手中 設定在銀行手中 你這個錢沒有去把它還清楚 你不可能再過戶給其他國家 你也不能收回你的主權 所以台灣還有兩個老闆 一個擁有所有權狀的日本天皇 一個握有台灣的權狀 就是等於日本天皇把這個權狀抵押在美國手上 權狀現在握在美國的手狀 只是這個權狀上面還是寫 所有權人是日本天皇 這樣你弄清楚沒有 你要買台灣可以 好啊 把這個債務先還清楚 你這個不做你不做 你不可能一步登天 好 一線 這麼快喔 一線之隔 我們用墨西哥州跟墨西哥國做一個比較 這個是墨西哥州 這個是灰色的是墨西哥國 這個邊界 很多墨西哥人一直要往這個墨西哥州偷渡 什麼原因 因為 美國 美國比較好看 被美國軍事佔領的地方好看 這邊的人就一直要偷渡過去 好 可是你看 這個邊界 美加邊界 我就沒聽 美國人會偷渡到加拿大 也沒有聽說加拿大人會偷渡過來 好 因為兩個生活水準 都是自由民主 法治人權的國家 所以 住這邊跟住那邊一樣 你要住哪裡 你就 申請移民 OK 可是這裡又不同 一個是刺射中國 一個是被美軍佔領 中華民國委託代理佔領的台灣 你看 被共軍佔領的中國 如果沒有20年前 那個30年前 鄧小平的改革開放 哇 這邊實在很 人家說鐵幕 生活很困苦 那台灣還好 是在美國主導控制下的 這個 中華民國軍政府管轄下 至好還比這邊好很多 所以被美軍佔領 當然比被共軍佔領好 這個做 我們這樣簡單做一個比較 好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今天就先講到這裡 明天繼續 好 謝謝各位 下課 各位同心下課休閃 阿樓下餐廳要無無 頂心也當用 謝謝 各位同心下課休息 然後樓下餐廳那邊 有點心可以用 謝謝